为什么特种兵被淘汰会有盒子 很多粉丝问小伟这个问题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原因应该有三个 一盒子方便玩家填 如果不设置盒子而是散落一地的物资 那玩家填起来会很麻烦 参考搜房子的时候有大片的物资就知道了 填的时候一点都不方便 相反盒子填起来就很方便了 打开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二减少血腥画面 如果特种兵被淘汰不是变成盒子 那肯定会有尸体 那样肯定会有血腥的画面 而吃鸡喜欢大众游戏 主打的是休闲而不是恐怖 所以设置盒子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三打造成吃鸡特色 以前很多射击游戏都是被打死可以换枪 因为也只有枪会留下 可吃鸡专门设置了盒子这个东西 你玩多了吃鸡 以后再看到其他游戏有盒子 自然而然会想到实际这款游戏 所以这也是官方的一个用意 既然设置成盒子一举三得 官方自然很乐意这么干了 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有一半 第一个券 解 food 相似